国际焦点带各位来看到了 乌俄战争是已经进入到了第185天 战事是已经进入了僵局 双方都有打持久战的准备 而传出乌军最快可能在秋天展开反攻 目前最新的战况又是如何呢 我们交给国际组记者 信仪带我们了解 好的主播观众 带您看到这个俄乌战争的最新战况 主要就是在俄罗斯控制的这个扎波罗 热核电厂这边 俄罗斯军方是控诉乌克兰 在过去的24小时内 至少对核电厂进行周边的建物 进行了至少三次的炮击 但是乌克兰军方他们也回应说 不是应该是俄罗斯发起这场攻击的 所以双方很显然又是在各说各话 到底谁才是攻击这个 扎波罗热核电厂的凶手呢 现在英国国防部他们也指出说 其实俄罗斯军方在过去5天之内 很可能对于整个乌冬地区 包括像是顿巴斯 还有这个顿内刺客市 周边城镇都加强了攻击 那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大家现在都认为乌军是战上风的状态 所以俄罗斯这样子的行为 很可能就是想要来打击乌军的士气 同时也是要吸引乌克兰军队的注意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最新的战况 根据这个纽约时报 他们就分析说 乌俄战争其实已经打了将近半 超过半年了 那双方其实现在都陷入这个持久战的准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是普钦 他们就增加了超过13万名的 现役战斗人员 很显然就是要用这个缓慢推进的策略 来让乌军打的是筋疲力尽 但是乌克兰这边其实他们也知道 说这个防额不公 已经不是一个上策了 因为主要是因为俄罗斯 慢慢的是控制这个乌南地区 那乌南地区掌管是这个谷物的出口 所以长久下来会对于整个经济来说相当不利 另外控制乌南地区 也可以进一步让俄罗斯强化控制当地的人民 用一些包括像是公投 或者是教育洗脑 铲除反对派等方式 所以长久来看 对乌克兰军方其实都是弊大于力的 所以乌军在过去一个月 其实他们已经舍弃了 比较像是传统的上战 或是这种快攻 火炮 护攻等等方式 他们现在采取的方式 比较是一种叫做deep war 也就是纵身作战 就是说他们现在会使用 西方给的长城的武器 然后来瞄准俄罗斯一些像是火药库 弹药库或者是基地等等 用这样子的方式 直接打入俄军的军事中心 因此在这篇报道中他也分析说 其实可以看到 乌克兰现在是比较急的那一方 因此很可能最快在秋天内 秋天之前我们就可以看到 乌军会有一波比较大的反攻 而除了乌二之外 我们看到美国众议院议长 佩洛西他在八月初访台之后 一连又有三个美国代表团跟进 美国参议院外委会 预计将在九月的时候 审理2022年台湾政策法 这个也被认为是 直接挑战美中建交的基础 中国大陆可能会做出 比佩洛西访台更强烈的反应 预定11月举行的拜席会晤 会不会也因此破局 我们再请教圣仪 好的 这个也是根据 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报道 我们可以看到 在目前美国国会 在设台的相关法案当中 就是参议院外委会 预计在九月审理的 2022台湾政策法 是最引人注目的 最主要也是因为 这是被大陆学者认为说 这个法案是直接挑战了美中关系 因此中国大陆也很可能会做出 比佩洛西访台 就是可能有更强烈的一些反应 这个2022的台湾政策法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是由先前访问台湾的 包括美国民主党联邦参议院 外委会的主席梅南德兹 还有共和党籍的参议员 葛雷厄姆 这两位官员所提出 在这份政策法里面 最有象征意义的 当然就是表示说 把台湾制定为是主要非北约的盟友 还有说要把这个 驻美国台北的经济文化代表处 改名为台湾代表处 甚至美国会直接 更直接的给台湾 就是45亿美元的安全援助 还有加强美台的这个军事合作 所以专家就分析 这样子的法案一出 这个绝对是在升级美台的关系 但相对美中关系也会重构 也就是说中国几乎一定会做出 就是比佩洛西访台 更强烈的一些举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是说 台海局势非常紧张 美国之音其实也引述了 很多分析师的报道 他们就说大家比较关心 现在在11月 拜登跟习近平的会晤 是不是可能会出现破局 因为现在几乎只要是 有一点点小差错 这个破局 这个会晤很可能就会破局 那也是说之前习近平对拜登 可能有一些误解 就是说习近平一直以为说 拜登是可以阻止 佩洛西访台的 但是现在看起来 还是没有办法阻止 所以现在大陆那边是没有证实说 到底两人会不会 会晤会不会继续进行 那北京方面也没有就是确定说 到底这个拜习两人 是不是会在11月的 这个G团体上面见面 只是说在佩洛西访台之后 目前可以看到双方都还是很积极的 在准备相关的会晤 只是说美中关系 也绝对是毫无疑问的 现在是变得越来越紧张 那如果说11月的这个拜习会晤 是破局的话 美中关系 这些专家他们也预测说 将有可能会划入一个新的深渊 也就是说那会是一个 全球的这个局势 全球两大强权的这个关系 也将会令大家是非常担忧的状态 那以上就是为您掌握的最新情形 将时间镜头交换棚内 感谢信仪非常详细 而且深入的分析 同样也是国际焦点 但你来看到了 南韩的国产国造军武 现在已经慢慢拥有世界水准了 波兰跟南韩两家武器商 签署了一份价值近58亿美金 相当于新台币1740亿元的军购合约 这不仅是南韩至今签下最大的军购外销合约 而韩制武器的试战率 也已经要升到全球第八名 在骑驱的地形展现高机动性 这是南韩的K2黑豹战车 近年来备受国际青睐 可说是军购新宠儿 波兰和南韩在今年签下超过 1700亿台币的军购合约 购买南韩180辆K2黑豹战车 还有212具K9自走炮 其中K2黑豹坦克是南韩国产国造战车 拥有最高每小时70公里行走的高机动力 同时装备自动装填系统 只要三名成员就可以操作 至于K9自走炮 作为亚洲第一款52倍进的自走炮 性能不错但要装填量大 采用北约技术标准 同时价格很便宜 除了这波军购 波兰还计划向南韩采购12架FA50轻型战斗机 北山群用1호는 유럽에 처음으로 진출하게 된FA50은 내년 중반까지 12대를 포함해 총 48대가 인도될 예정입니다 5月才上任的南韩总统尹錫月 承诺加强与盟国的防卫合作 不仅大动作恢复于美国的联合军演 就是在与波兰签下采购协议 是南韩至今最大的军购合约 韩制武器市占率目前已经跃升全球 第八也证明南韩的军事工业 竞争力已经不容小觑 听一遍新闻综合报道 镜头回到台湾 国民党在桃园召开了 第21届第二次的全国代表大会 全场造势规划呢 将走这个棒球风的路线